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有一种隐藏的感染力 始终亲切地理解的笑意在眼中 看着林楠 林楠听不太懂 但注意到她的手 修长 骨感 还有她的头发 柔软服贴 米黄色裤子 但米色夹克 黑色公文包 长长的腿 这是对她最初的记忆与最终的告别影响 有很多人的人生 仿佛海上的航船 不能有交集 否则没有生路 公司派人去北京学习电子商务 林楠争取了一下 被派去了 其实是林楠生出一种想逃的欲望 他害怕自己哪一天被瞬间折断 无力附胜 又仿佛跑一场马拉松 过了那个极限 虽然没有了痛苦 却也不知道那终点是什么 也许离开一段 会让爱重新回到内心来 不上课的时候 林楠便坐在避风堂茶楼里 看一本可有可无的小说 或者只是闲在那里 看着阳光悄悄溜走 林楠日益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无用的女人 像一个无所谓的站牌 生活的列车在身边呼啸而过 只有那些风经过她 而自己正慢慢被日子晒老 是你 一个声音在耳畔温和地响起 肯定而熟悉 林楠抬头 又看见了那双单眼皮 温和地笑 她记得她的名字 她也记得她的 第二天 她便来学校 一副看老朋友的样子 她给她讲计算机文化 她是那么享受她的专业 将枯燥变成了游戏 爱上一个人和爱上一件事是一个道理 都将心底的热爱换成了最温柔的凝望和最长久的坚持 有些人不在于何时相遇 相遇多短暂 总在相遇的瞬间 彼此明了 彼此照亮 林楠 习惯镇静无声地看着某个人两秒钟 然后心平气和地说话 上司说她有大将之风 林楠听霸眼睛定住一秒钟 想不到上司会这么想 那只是严酷生活之后的必然结果 是贫困生活后的抹不掉的烙印而已 可是 看林林成 林楠在她的眼眸里 看到了来自内心的镇静 那是富足生活良好教育下的自然与平和 便仿佛两株向日葵 虽然都枝繁叶茂地向着阳光 一个是精心耕种细心呵护下的自然 一个是在严谨地里独自疯涨才存活下来的了然清淡 有机会到哈尔滨 请你到家里 我的男友做的一手好菜 了然这样的成长背景 林楠觉得可以远远地看清林明成了 那是她渴望不可及的世界 可是 话出口 林楠还是隐隐觉得自己好笑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也是哈尔滨人 我的妈妈还在故乡 你的故乡 也是我的根 我很喜欢你 从你那么酷地自顾自地走进会议室 她专注地看着她 意味深长 不容她躲 林楠无声地笑 无声是最好的回答 因为不需要答案 窗外正是好大的太阳 却没有阴凉可躲 她还是来 常常 她们只是绕着校园走 多半会是她讲些什么 家常地慢慢地讲 林楠会议地笑 有一天 她竟骑了自行车 驮着她在夜风里穿行 林楠不经意间摆着小腿 伸出手臂 感觉夜的温凉 手轻轻扶着她的腰 一片温热 哪里来的自行车 林楠问她 买的 你很久没坐过自行车了吧 我想驮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在夜风里穿行 给她唱歌 在繁华尼哄料落行人的街上 她轻轻哼着歌 林楠想起张曼玉和黎敏演的甜蜜蜜 相爱在无力相爱的时候 万水千山后 漠然无语相遇 歌声停止 她停下来转身看她 不给她逃的余地 可即使在这样的时刻 她的目光都是温和的 不逼迫的 不为别的 只为那纯净如水的眸子 林楠的心被一下一下地撞痛 这首歌的名字叫 我想我是海 林明成说着 伸手握住林楠冰凉的右手 轻敲自己的胸口 又慢慢说 希望我是你的海 林楠感觉到林明成手臂里的血汹涌跳荡着 低头不要代表默认 林楠只有别过脸 封入眼中 看不清前路 林楠抽手 林明成却更紧地握住 第一次林楠这么近地看林明成 好干净的一个男人 林楠仿佛看到故事的结局 反而笑了 心安了 我们来自不同的成长世界 也不会走入同一个世界 他告诉林明成 平静至极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相遇了 是林明成眼中将所有信任都交付的效益 深情而肯定 张涛每天都会来电话 告诉他自己做了什么 吃了什么 碰上谁 天气怎么样 又谈成什么项目 然后每天都会要他注意 别凉着 不能吃冷的东西 不许节省 林楠会微笑着安静地听 然后要他早一点回家 少喝一点酒 虽然知道他也只是听听而已 他们是前世的情人 转成这辈子的家人 半年 恍如一梦 林楠在机场 给林明成发短信 和你道别 四个字 转身 看见林明成拎着旅行包 沉浸地望着他 温和如昔 他辞职 公司不放人 允许他回故乡一段时间 两头跑着工作 林楠无语 既然担不起他的未来 说什么就都是多余的了 曾经 陪着张涛睡地下室 吃酱油泡饭的日子 他都不曾怕过 可是现在 他怕了 飞机起飞那一刻 林明成轻握住林楠的手 林楠的心底 仿佛逃避洪风的海浪 却被纷乱踏来的海 瞬间灭顶 这一次 林楠终于落泪 手 慢慢抽搐 他转头看他 还是那样亲切的笑意 说 勇敢一点 他没有告诉张涛自己的归妻 他是没时间来接的 在机场 他见到了明成的母亲 一个54岁风韵犹在的女人 省政府某处的处长 转天 明成的母亲来找林楠 两个人在公司楼下的茶坝里坐着 没有人讲话 在沉默里 双方了然 然后 林明成母亲起身 说了最后一句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不能毁了他的前程 在大厦的顶层 林楠一个人迎风吸烟 白色的云朵 湛蓝的天空 就那么安静地悬在那 无声无息 林楠被烟枪出了泪 林明成说到底还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妈妈无论对错 都肯冲在最前面用最强势的姿态 为儿子挡住一切 尘世风霜 这座城市里有一间属于林楠自己的小屋 42米 林楠自己供着的贷款房 为此 张涛气急 可林楠坚持 这是自己唯一可以退却的地方 张涛低了头问林楠 还不信任我吗 眼底是19岁遇见他时的决绝 林楠亲摇头 想告诉他 因为被他爱 因为要爱他 自己像搁浅在西边的鱼 游不回大海 可看见 张涛眼底的疼爱 低了头 不再说话 阳光好的时候 林楠会在店前伞盖下读一本清淡的书 有一杯温暖的茶香饭 还有他的狗狗小波 母亲节的时候 林楠会向路人免费发送康乃馨 儿童节 林楠会给过路的小孩子发玩具小熊 下雨的时候 他会为路人准备透明的塑料伞 随意取用 方便的时候送回来就好 店门前有一个小铜牌 挂在并不显眼的位置上 上面有几个字 幸福 是因为与你同路 张涛与林明成也终于见面了 在亲一轩 两个男人都很冷静 毕竟都是三十岁的人了 张涛告诉林明成 林楠是我的 不许你碰他 林明成听了 笑了笑 他是自己的 但他是我要找的女人 我不能让 张涛要娶林楠 林楠是他一个人的 没人能把他抢走 张涛把钻戒放在林楠手上 说 小楠 你不是说过 你要一场幸福的婚礼和一个漂亮的女儿吗 我 现在能给了 小楠 我们说过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的 林楠望着张涛熟悉的脸 泪蒙住双眼 这是自己爱了八年的人 爱到最后 他竟不知道自己爱上的女人 到底要什么 他是他的一场战争 然后他是他的战利品 再然后他将战利品树枝高阁 让他寂寞 让他蒙尘 他的爱 让他没了自己 张涛走到今天 就像壮士断壁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走到这一步 已经无药可医了 林明成把工作转到这边 做了哈尔滨办事处的负责人 他依然下了班来看林楠 林楠还是告诉他 我 担不起你的未来 请不要再来了 林明成不为所动 总是温和地凝望着林楠 笑道 强高万丈 挡的是不来的人 要来 千军万马也是挡不住的 风吹动林明成柔软的头发 温和的笑意 让背后的天空温暖起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